大家好,我是四郎,咱们来看一场女子的比赛 选择高岗辈第七届全国象棋青年大师赛 红方是象棋大师吴可欣 想必大家都知道,最终吴姐夺冠了 一共七届比赛,她四四登顶 确实非常厉害 黑方是象棋大师郎琪琪 她是1999年出生 颜值跟奇力也非常高 但是咱们主要是看齐对吧 头一招,可欣走先人之路 黑方棋系是平炮足底 红方弄了个中炮,想放空头 黑方补向 黑方应完这手棋之后 还是要借助足底炮向前冲足啊 红方有跳右侧的马不理的 还有跳边马飞边向的 实战,红方是跳正马 赢哪儿上 黑方肯定要向前冲足了 红方直接过河 黑方进炮打马 开局弃子了 这种走法在正规的比赛当中 一共出现过20多次 红方的胜率呢确实不高 一共也就赢了两三盘 王天一和张强特大曾经走过这个布局 最后老王输了 也是用的红方 无解还是非常有魄力的 往下看 红方打中足一将 黑方踩兵给空头 这个不带感 这里不是 红方再来个横距捉炮 既然弃子肯定是有回报的 黑方逃炮 红方再捉 这回起起不动了 跳马踩炮 这个中炮很重要 再一个子少 不可能换 先退回来啊 黑方平炮打兵 红方跳边马踩了一脚 对手推到许云和 红方再来个横距 这个弃子公杀呀 出子速度还非常快的 黑方跳了一手拐脚马 红方要是捉 黑方就往中间跳踩兵 可惜是平兵 黑方出局 红方平鞠穿弓 一会可以考虑 进局过河到足林 来平鞠赤足捉马周炮 黑方当时进了三部鞠 守住足林线 如果他对攻呢 进局抓中兵会怎么样呢 那红方就不是呗 现在没有僵了 黑方也不敢轻易动手吃兵 因为红方会进局 别马腿 下底炮是没杀呀 老将还出不来 吃中炮是没用的 他还得回来挡炮 那红方就可以放在中间了 这个造型 红方也是比较满意的 这个位置 红方平鞠穿弓 黑方就进了三部鞠 提前抢位置 红方暂时攻不动 得慢慢来退炮 可以走卧心炮 也可以放在鞠的后面 来一波闪击 因为这个炮下底 始终有一个闷杀的隐患 黑方出鞠 红方进鞠捉马 对手跳到中间 红方进兵拱马 这鞠不敢动怕下底炮 那就往上跳嘛 红方又捉了一下 黑方进炮来保 无解平了一波炮 可以说刚才红方那几步一直在考验黑方 这招呢也不例外 现在红方有啥棋呢 哎 他可以吃马 下底炮是闷弓啊 可以这么狂 或者说抽鞠这更狠 你这鞠都没地方躲啊 也不敢吃 看似红方的棋很严厉 但如果把这个棋看透彻一点 其实也没什么 只要黑方回马就行了 这手棋要是走出来 可惜这边有点尴尬 你看这马往这一蹦 对黑方有两点好处 首先中路多加一词 第二 黑方这个炮打着红方拘呢 你不能这样了吧 白丢 下底炮不是啥棋了 你要是逃炮拆炮架 那黑方吃兵了 这对红方呢也不太好 比较顽强的是进炮打向 黑方采炮 红方拘马 黑方吃兵 还是没保住 红方呢还得来个进局保兵 之前弃子攻杀 获得的补偿呢已经没了 这样总明显 黑方的胜算又大一些 回到实战 红方平炮 寻求闪击 当时琪琪没有经得住考验啊 走了个败招 他是往这跳马 踩着红方的后炮 确实他不敢闪击了 那红方又吃了呗 用中炮打 黑方吃兵 红方 近居 卡向岩 这新一轮的攻势又开启了 现在只要把中箱一打 黑方就可以交了 黑方这里呢也就两手棋 要么给马跳到中间 要么退炮 宝箱 当时走这个 红方又来个雷弓炮 准备强行爆破 只要把中箱一打 马上形成死亡平顶冠 齐齐无奈 退狙防守 又加个根 正所谓此销彼掌 黑方的狙走了 红方就进了两步 要平过来吃足桌刷 下一招 黑方走得非常好 他平炮 这招可谓攻守兼备 退可以打狙防守 竟可以下底炮叫杀 可心捉了一下 黑方逃炮 红方在平居捉死马 如果把象飞走 暂时能保得住 那红方就吃足呗 双鞠夺马 黑方退炮再保 红方可以跳马呀 再往一跳不得了了 黑方只有挨打的份啊 当时黑方就没飞象 决定弃子攻杀了 退炮打鞠 红方吃马 黑方平居叫杀 红方把象飞走 黑方进炮要打象 红方想化解这招 可以选择一炮换双象 实战选择平炮 就是即使黑方打象 也没法下底 红方可以考虑跳鞭马 但是如果你不管 红方可能会走飞龙在天 这象不要 一会可以考虑炮打鞭足 应该是这样想的 黑方当时进去抓炮 红方一逃 黑方再冲足 现在红方不是多子吗 他形成霸王鞠 要跟黑方换 黑方捉炮 红方就躲了一步 再来一手 进鞠过河 要反击一波 红方平鞠逮炮 黑方退到底线 然后再平炮对子 正常来说 黑方应该是先动手 但是那样走 红方这个边向就飞回来了 因此黑方决定先打向 红方吃炮 黑方采炮 红方吃向 像这种局面 黑方最怕红方抓向 因为你不能往中间飞 有中炮呢 往边路飞的话 那红方就掉头 双鞠夺底势 出老将 红方就弃鞠砍底势一将 不敢吃啊 平鞠就死了 上将的话就平鞠将 给他来一套连招 这不就绝杀了吗 中路有炮 刚才咱们讲了 下一手棋 红方要平鞠抓向了 黑方正招应该是平鞠守类 这是顽强的 而现场是 用鞠吃中兵 这人想跟红方拼了 现在准备用左炮 白打红方的马 红方底下不敢飞 一半是中炮没了 但是还没出手呢 红方先欺负下这鞠 这不能平走老将没了 那要退两步 红方跳憋马 齐齐把鞠一平 无解退鞠巡核 一招逼逼 最终可惜获胜了 因为现在红方要跳马打鞠了 黑方什么只能补相啊 那红方打一下 黑方一躲 红方就可以跳马了 比较好的是放这 那红方就甩鞠呗 现在下底一将 黑方一垫 再挂脚就完事了 他只能说出将 出了也顶不住 红方可以先补个试 一会可以放试脚炮啊 这个进攻的方案很多 可惜拿下这盘棋之后呢 就提前一轮锁定冠军了 即使最后一盘不下都没事了 好 这棋就结束了 咱们下回再聊